呀不容易啊 我们的瓜终于来了 猪哥是不是这一车 对 走了这两个小时 终于到了 哇 看一下 这车货的质量 非常的棒 刚摘的 一切的80公斤 猪哥 这车瓜看起来质量很好 果面也干净啊 你市场多了两毛钱的大姐 你以为呢 怪不得了 说实话 这两天的瓜特别的难受 尤其是黄金瓜呢 这个品种 你要找到高品质的 真的是栏上加栏 你看我的身后呢 到处都是黄金瓜 但是呢 我可以很负责任给大家说 我这一摔瓜的质量 绝对是这样子 这么妙气的吗 看着哪个三个 小元切一个吧 证明质量不硬 能行 我们在这边呢 也受了好几年的瓜了 基本上 只要是瓜硬气 瓜浓的话 也很硬气 看着就说是上下一样 瓜随便长 哇 我刀刚一下去 碰的一声就开了 真的 这火肉还有红菜啊 吃一碗 吃吃吃 哈哈 神奇的 叫你上一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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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快二十一分钱一分火 小鲁哥 叫什么 用茶参菜 叫什么 给 那么多 哈哈 很多人都说 今年的瓜了 品质和味道了 都要比去年更好 其实呢 这也是由于气候决定的 大家看一下 从收瓜了到现在 我基本上每一天都是短袖短铺 而去年了穿的是羽绒服 天气热就有利于咱们这个瓜的糖度的激励 你说是这个黄瓜都有多少片种 其实是短的 其实是断片 终于断片 很多人以为啊 白皮瓜的种类很多 但是呢 黄皮瓜的种类啊 也不少 常见的什么 枣红菜啊 蜜薄啊 金红菜啊 等等等等 如果啊 您没有来市场 您肯定是分不清楚这个品种的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 这个金红脆啊 它吃起来是个脆甜的口感 甜度很高 味道呢 也特别的香 大哥呢 想小鸭给他挑出来几个瓜 这是哥看 我这片口很严厉 知道吧 啊 咱给人家发一定要发耗里活里 你想想你挑吃这些 你看 这个这个又一样对吧啊 这个咱都不能给人家发 下完了 好 现在去过程 四百四十啊 差不多一千多斤 毛重是一千零七十九 皮重是四百四十啊 两块鸡 总共是一千两百七十四斤 没有多少量 一三 那一三 咱们张力堆住完了 小鸭我刚算了一下啊 咱们收的这些货了一千多斤 打如果说打九斤的话 可能只能打个一百二三箱吧 才才这么一点 对啊 哈哈 没事 咱们要马上回家了啊 对 这个赶紧一打包 就帮我们发出去 今年了咱们的延良知情了 要结束了 是的 延良参观了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对 明天可能我们也就回家了